更多资讯 更加深入 更有力量 欢迎订阅中秋坎会员网站 周周坎拼音的全拼.com 达到了那个位置 你才发现不公平原来是这么好 我可以寻心所意 我就后来觉得奇怪 他们美国总统还不为美国 那样跑到为你亚非拉吗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但是这个民族中有很多那种族性 我才发现原来我活 我原来是活在一个鸡蛋壳中 你不关心政治 政治关心你 你不去影响政治 政治影响你 大家好 今天是8月31号 刚刚过去的十几个小时 香港那边爆发了基督徒大游行 出现了很多混乱和暴力的场面 似乎港府有更大的动作 今天下午出去跟人聊聊天 参加一个聚会 本来想回来做这个节目 结果在聊天过程中 碰到一位60后的阿姨 因为也是基督教友的一个聚会 当然我是目道者 我对圣经还不熟 所以就跟他聊了一聊 对圣经的理解 聊着聊着就聊到这个香港局势 他比较担忧 就问我怎么看 我大概说了一下 我的感觉悟开吧 前景不明 然后他就突然说起 他最近看了很多海外留学小粉红 那种爱国抗议 反对香港人 他说他以前比这些小粉红还要红 不是粉红是大红 但是这两年 突然经历了一个三观的颠覆 他就跟我详细的讲一讲 他最近的经历 让他最近不断的反思 然后我就想到 最近因为海外留学生的这些举动 往上很多人对中国人的这种思想启蒙 已经非常的绝望 那么今天看到这位阿姨 我就感觉还远远不到绝望的程度 好下面就是这位阿姨跟我聊的 她这两年思想上经历的变化 关于香港31号的一些混乱的内容 我将在下个节目的前半段给大家说一说 你是从哪天开始突然觉得什么叫自由 为什么会 没有因为我是八几年 我是大概是八七年来到美国 那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来的第一个就是想先生存下去吧 对 要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家庭环境 赚更多的钱 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因为家庭的变故和很多的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所以就又每天就挣扎在自己的生存的空间 像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那时候我离婚的时候 我孩子才一个六岁一个八岁 我又不会英文 又不会开车 所以我又没有技术 像人家是 就是我真的是在生活的 就生死现在在挣扎 但是 所以我很感谢 美国 那个时候我就靠一个月348块 富士丹 这是政府给我的 富士丹 富士丹家的生活 就是说我完全不知道什么 你这些所有的跟我都没有关系 那你来的时候就有绿卡吗 对 我是一来就是绿卡的 哦 所以有富士丹 对 那 一直到 我就说 那次演员我也稍微讲一下 就是感谢主 就是我们那时候 就是说有个弟兄带领我为美国祷告 其实当开始 也不知道什么政治 也没有觉得 但是 就确实是说 当你有这个负担的时候 你知道这样子 这神的带领 就会慢慢慢慢 我以前只是单纯的祷告 就没有去涉入 但今天我就不知道 就在这个香港世界的以前 我突然间 开始去听那种 也是我那个朋友 给我就是说几个 像你们这种自由的 那个叫做 自媒体 自媒体 因为我从来没接触过 那这种自媒体的 我就觉得 听到了很多的那种 包括 对过去的中华民族的 就是国民党的 那个整个历史 哎呀 我就觉得 我非常的惊讶 我简直是说 对我的灵魂说 是一个重极 而且是一个 非常的一种 我觉得好像是一种 自欺 我觉得我 我原来的信仰 整个就垮掉了 相当于像我这种 是很天真的一个人 就是在政治上 可能有点像政治白痴 不懂得什么东西 你说你原来的信仰垮掉 你原来就是 是不是家庭 根正苗红 然后父母一辈到你 都比较热爱党 热爱祖国 绝对的 绝对的 以前我那时候 我还是去那个什么嘛 不是说台湾那些人 不是这样 我当时在 我在一个人家的时候 那时候做保姆嘛 帮他家煮饭 那他是台湾的 以后 他们不是说绿的蓝的嘛 那突然又有个人跑过来 哎 你是什么颜色的 我正红的 他一下子听懵了 这个红旗 我是正红的 我是红星闪闪亮 一人一个唾沫 也把台湾给灭了 我当时就是这么 这么这么 你是多少年前 零几年 起码四年前 那个时候 十年以前 二零零几年的 对我正好那个时候 是大概是在 二零零五年左右 那时候我就总觉得 因为你想想 我们从小 我想你们不一定有看到 我们从小就看到 那日本鬼子 国民党 那个汉奸的那种 那种电视的那种东西 就是已经完全就 所以他怎么给我讲 国民党 以前我一看了这些 我今天听都听不进去 那就是说 你不知道台湾有什么颜色 但是蓝的绿的 你也分不清楚 就是反正台湾 就是迟到我把你灭了 都是坏的 对 你统一了 但是我很奇怪 来到这边我发现 跟我玩得比较接近的 都是台湾朋友 都是什么 都是台湾朋友 我经常发现 你们绿的 怎么会 突然间我才发现 都是很爱族的姐妹 可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就觉得 就发现 原来还有不一样的 就从这些很多的问题上 讲的就太乱了 您在教会里 就是遇到很多华人朋友 都是台湾的 台湾朋友 对 就是我正好 就比较走近的几个 都是台湾来的姐妹 所以从这些问题 我就觉得 对我整个来说 就从我的 以前的信仰 我的人生价值观 我们人要有个价值观 我像以前是为共产主义 而奋斗中生的 就那天有一个 我看到哪个自媒体 我就忘了 他就不懂得是 是那个石涛还是一件 他说 为什么要用毛泽东思想 习建平思想来统一 他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 那 我也在没人在想 我说 这确实有个问题 但我原来从都没觉得 这是问题 我就觉得很自然 胆教我干什么 你不干 就是你不对 完全没有是说 我要有一个独立 我还有权利去说 No 完全没有这种意思 就在我的脑袋中 没有这个意思 就胆教干啥就干啥 真的 是这种的 到从这两三年 就是特别从去年年底到今年 我可能一下 他听了不少这种自媒体的 各个 我是各个家 我都听 那最终我会比较喜欢听 江峰的一个 你的一个 那还有几个 就是 因为我觉得 说的比较 从大陆过来说 说的比较 有条理 就是说比较客观点 也不那么偏激 刚才像那个弟兄一样的 其实我们呼吁和平 我们支持香港弟兄姐妹 但是在中间 也有一些比较不好的 但你不需要去其他遮掩 因为这么几百万的人 是不是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 我们单说怎么样 就说怎么样 但是我们是说 去拥护 绝对去拥护知识 这种争取 最起码的人生自由权利吧 所以讲那也比较乱了 就是说 一个人的思想 我就特别有那个感动 所以我才会 我觉得说 现在是自由体 自媒体 还有网络的时代 为什么基督徒 都没有人站出来 我很生气 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 所以不管 虽然没有很多的不完美 但是敢站出来 虽然实在 我当时说 思想也 也有那个 这是天然的恐惧 因为我父母还活着 我还 还在大陆 还有人在大陆 就有了自然的那种 一种固执 而且即便家人没有 自己这么多年 在大陆的教育 自然会感觉 就会有一种 会比较收 收敛一点 所以 怎么讲 我就觉得是 特别是对现在的 这个世界的 我自己一直在设想 我觉得这十一的县女 共产党都有一个 七十周年内 一定是 对这个县女 那现在一个 什么样的理 香港这个要怎么解决 你目前来说 你现在无论是用软的硬的 绝对不可能这么几天可以 可以下去 到时候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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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够给他化眼 特别打印心 我就很想说 听听你们这些人 就是 你们 你们 你们可能就是说 各个方面的信息啊 接触的面啊 就包括有一些 自媒体 比如说 有些是 很偏激的 但有一些就是 比较 比较中立 中立一点 全面一点 就是像 我刚刚开始 我也感觉 我说 这就是 这就是凯 我说挺油的 滑一下 这边滑一下 对不起 怎么滑一下 就是觉得那个 哎呀 我看看 你说我的观点 我就是左边偏一下 左边偏一下 右边偏一下 我是觉得 但是因为 有一些是非常的 但是我 后来这样子 一直 就一直跟进 跟进 跟进 就是听下来以后 我觉得 有些东西 确实要稍微 就是不能过急 就是 也不能选择 过急 过干 一折嘛 你太干硬的东西 没有任性 而且确实 作为一个 运动来说 你不可能 这几句口号 那么几次 就严肃了 我记得是有一个 我记不着这些名字 我这个人就是 有时候说上班 有时候做菜的时候 我就才听听这些 我说白天带孩子 晚上我上班 我根本没时间了 但是我就觉得 他就有一个什么观点呢 就是说 就算今天 中国 民主了 共产党倒台了 他说 你妈还要乱二十年 对 这是一种常有的说法 是的 我态度我也态度 后来我慢慢就觉得 想想确实好 你比如说 就算这个 但是 像我们这些 就是从解放后 讲 一直这个教育体系 很恐怖的 就是 方便透露 你是几十年代 就七零后 六零后 我是六零后 我是六零的 对 我是正好是 打倒刘少席进去 打倒四郎班出来的 十年浩劫 那您看着 还是很年轻的 那您还是很年轻 我六十岁了 就是说 确实这有一个 很大的担忧 就是说 就像你还讲的 说 说那个 老拐大象 给他关在笼子里头 他关久了 你把笼子拿掉了 他还是走十步 他掉转头 他走过来 走十步 掉转头 他不知道 现在给他 换到那个动物园里头 已经 打了一个比较大的环境 就是说 像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会有个 自觉的那种 约束了 对 特别是您六几年生的 然后您有这样的 这个变化 其实已经 非常 就不容易了 真的 四号 而且最近我发现 我挺过急的 我好像 就是 有一种 被欺骗的愤怒 就是我原来 价值体系 完全就 我一下子 没有 没有价值观了 我所持信 我所坚守的 善良 我的道德 我的价值观 就是我的人 又我们大陆 就是人生光 完全就 好像垮塌了 就是 下车塌掉了 所以我就很懵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 就那段时间 我就 不知道去跟人家 就 好在我一般的 接触的这些东西 所以最近他们就说 为了你怎么搞的 你有这么大的 你为什么 而且你知道 我们在教会中 不说政治的 一说就是 很多人都反对的 对 我就特别的 所以我为什么 那么支持他 我说 政治 政府 自私自理 这是每个人 一人一票 把这个权力 你送给人来管你 我说我特别感觉到 我希望你这样 不是完全的 给我拿出去 我很真实想 我就觉得好像 他们有些做法 好像是说 我要杀你 还要叫你 花钱买刀给我 就是枪毙 你还要叫你 付子弹 对 这种感觉的 当你不知道了 你还觉得 我是为国捐区 当你知道 你会觉得那种 我一片 赤胆中心 就是我当时 跟多少台湾人 一变了 因为在餐馆 在那时候 我们突然都是 都是 就是说 下酒流吧 都是在 在社会的底层 那这两个地方 一碰撞 特别是我们 八十年代的大陆人 还比较少 所以我经常碰到他们 但是我都是 义愤填膺的跟他们 一提到台湾 就是说要解放台湾 那时候还是要解放台湾 以后一次到我朋友 他说 他说 我们说你们吃香蕉皮 你们说我们是 我说 我说我们说的是 台湾人是水深火热之中 就是完全 对 双方都是水深火热之中 后来我 我终于知道 我说实际上 这就是说 一种观点 我们同样学这个技术 我们两个都会 但是我们是不同的人 所行出来的 那个结果 最后是不一样的 下识观不同 你下识观不同 你用的地方不同 你最后的结果 是绝对不同的 你像他们这次 在讲 说革命 我真的是有个画面 我突然一句就跳出来 革命不是请吃饭 不是做文 不是请吃饭 不能那样牙子 那样 吃饭 那温柔 我说我到现在还会背 因为我说 我从上第一年 一年级的时候 就是什么 我的第一节课 就是你到我们事业的 何许应该是中国共产 那时候没课本 我们还是 也没课作 我们是站着的 背手 站在那边的 上课 所以 你看我们这样子 价值体系 就包括我 一直对这些政治 政治是什么 因为我的父亲 是四片浩杰 三年关了 三年的流铺 所以我 我从小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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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以后 我真正看到 那小小 我那时候 我和他刚刚刚 六七岁嘛 一直到七年 我十一岁 我爸爸才回来 你当时是觉得 因为我 这个党比较坏 还是 不是 但是我爸爸给我虚了 就是说 这是群众运动 就是这个 这个是群众运动 这个是一些什么 但我也没什么 比如说那个时候 我们瞎聊天了 反正 我最记得 我六七岁时候 我爸爸被抓了 我不知道嘛 嗯 我们是一个 资源三线建设的 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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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我爸爸他们 给解放 下本战役以后 就是剿匪 附近很多土匪 剿匪以后呢 以后就 那时候 所有的 很多这种地质 什么建设兵团 都是部队转业的 就是部队转业以后 就带了 就是资源三线建设去了 嗯 那你晓得我在那个 虽然那时候 我们很平凡嘛 嗯 我是小公主啊 哦 对不对 我们家 我两个哥就有一个 我们家三支公 我爸爸又是队长 哎呀 走到哪儿叫 我那个辫子 一天出去 可以说好几个样子 回来的 哦 那 我们家的衣服 我妈妈做医生经常 那个时候 特别会 我妈妈是唯一的 一个妇产科的医生 哦 所以那个时候 真的是 一天到来 一晚上出去就 那个时候 医院 我们进县城 要开车 要差不多开四五个小时 哦 所以 所以是在 我们其实就在 那个 山嘎拉里头 你们是在福建 是吧 最后 福建 没有 福建以后 资源到贵州去 到贵州 嗯 为什么我对政治很反感 我一直不感兴趣呢 因为我看到那个时候 把我捧在手里头 我拿衣服去洗的 那个时候 啊 没心 我们家衣服都人家洗嘛 两个哥哥在外头读书嘛 那天我拿去的时候 人家门都不开 嗯 啊 你回去了 我们现在不能进历袭了 因为我爸爸 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 单一块了 关牛房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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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回来以后 那个学校校长就找我 你说我这六七岁的小孩 那个时候 本身就很单纯的 你们 在那个年代 又没有说什么 所以你要跟我 你爸爸要 划清阶级 思想界限 我就跑回去问我妈 我妈 我只知道我每天书头 我要划线 我就不懂这思想在哪里 我妈 我说思想 我妈 我回来就哭 我妈说你干嘛 我说 嗯 老师教我跟爸爸 要划清思想界限 这线咋划了 我明天不知道怎么教证课啊 哎呀 我就和我妈妈 哇呀 划一下呀 我妈就流泪了 哎呀 可能我妈在外头 那天我妈妈就是 抽筋 有没有 她也是可能 憋的 又不能说 而且她 所以我就开始 我不敢再跟我妈妈 所以就一直开始 查原管事 我过日子 一直到七一年 我爸解放了 就是恢复了 光复原 我就看了那些人 抄我家的 砸我家的 把我家月饼吃了 我到现在还记着呢 我爸 我是宝贝贵女 我爸从那时候出差 从上海 那个时候我们很穷的 但一个月饼抄家 我们全部都抄了 可是现在又开始 哎呀丫头啊 哎呀我就气了 就拿一家 我爸说你给他捣水 我就 我就搬到我家 我家最脏的那个凳子 就搬过去 就不差 把我那个从煤炭间 抓了个凳子 我就从 所以我妈说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丫头今天 妈妈送我去了 实际上我不是 跟我妈妈生气 我就看那个人 我就 原来你这样子对我 对我爸爸 对我的家庭 现在我爸还关乎原味了 你们就来 所以我就 从小有这种愤怒 这就是 你想我是这样子 但是我一直没有觉得 共产党不好 你觉得有一些群众是坏人 对 要范围说 群众中间有坏人 就那些人比较坏 跟执政产权的 我完全 就是 我对共产党 完全是那种膜拜 就是很前程的 很神圣 就包括我看到解放军 我都觉得很神圣 解放军叔叔 是我们最起来的人 我们从小就学的 见到他们都有 就肃然取经的那种 这是很自然的一种 所以我说 一直到现在 我就突然间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突然 我这个 一辈子 我一下子觉得 我说这人 活在世界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说 不就是说 当时说 为了大救星吗 是为了救 救劳苦大众吗 那你说 现在的实际情况 那明明 中国 本来不应该这样 是人为 所造成的一些 这种因素 所以我那天 我发现了个声音 多少天灾 是有人祸起 最终是 人的罪 人的贪婪 人的那种 那种 可能恶的一面 对 我不 我不否认 其实 共产党里头 有很多是 很 很不错的 好人 包括像我爸爸 对共产党 是美国 我跟他穿福音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说 我们国共合作吧 你信你的耶稣 我信我的共产 因为原来我一祷告 他就离开桌子 他毕竟 马归那么 经常在国外 回去 但他也不能 把我骂一顿 打一顿 对不对 所以他就找了 我一要导过 他找了一些 我要去吃药啊 他要去干什么 他要去 就 就 就 脾开了 刚开始是扔我的电话 到现在他就说 哎呀 我都已经 信了七十多年了 对对对 他就说 你看共产党生我 共产党养我 我像儿子都不养我 我和共产党养我 他们对共产党 是真正的那种 感情是纯正的 那因为你爸当年是 比如说是三几年参加肯定啊 对他是 四几年 我也要搞 他是新四军 新四军 我也打搞不懂 可能是三八年以后 但是也很早的一批了 新四军那就很早了 是抗日前的 抗日前 他是 我爸是二八年 三八年 应该四十年代 四十年 四零四一的那一批 那是老干部 劳动 老干部 现在哦 整个福建省地市局 现在就剩下还一个了 前两年回去说 剩下两个 现在古迹就剩下还一个 那他是 你们家是福建的是吧 我不是 我们主机不是福建的 主机是 主机是江苏的 主机是江苏 他那个时候 等于南下嘛 不是 那个 解放下门战役以后嘛 这批 就留在下门了 就那时候 不是有 很多土匪嘛 因为福建省 地底环境 特别是 产品老书区那边 很多很多土匪 一直到 其实我们到贵州 六四年到贵州 我爸爸他们 还都带 都带枪的 他们还带枪的 因为到了贵州那边落后 地方见到还叫展光 还巨公 还那个的 哦 六几年 其实那有的时候 还偶尔还有 还有一些 不懂是叫土匪 还是有 总之你父亲 就是后来是享受的 也是离休待遇 他是 是吧 所以他现在 他现在 靠了这个 不但养儿子 还养孙子 对对对 他们待遇很高 离休干个待遇就可以 所以 所以 其实您父亲这个也是早年很虔诚 投身革命 然后其实共产党呢 除了那一段文革 后面也都是恢复待遇 所以 他无论是信仰 还是早年的奋斗 还是后面的生活 他确实有理由 就一直 因为他们的单纯 是说他们没有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地 就是比较 有点像半部队形 他比较 跟社会是真空的 所以我们那边的 就是说有什么事情 不管媳妇船 大家还找领导 就好像要跟婆婆告转了 那种 家人还要去调节 就有点那种 所以跟社会比较脱钩 那就是像社会上的 很多的这些东西 他们真的都没沾纳到这些 也不沾染 也不知道 所以他们是很单纯的那种 包括我这次 就是我今年到加拿大 我一个朋友 36年的婚姻 以后他得了癌症 特别是子宫癌 得了以后子宫都切除了吧 那你说到我们这个年 他老公也六十多岁了 就跑到大陆 转了一圈 突然说找到真爱 然后就回来离婚 搞得原来说 近身出妇以后 本来他这个 就说几次手术做来 就恢复了 但是人就这样的 情绪一下子 崩溃了 所以多久吧 就今年走掉的 我还去加拿大 他老公跑到中国大陆 然后就找到真爱 后来我给他讲 我说其实 我用我寄托 我就觉得 什么叫做不变的爱 人没有不变的爱 我说当时你老公 是那个新疆 那个嘎拉桶 那个建设兵团出来的 那个地学生 所谓的大学生 对我们这些 别看我们不是大学生 我们弟之内 我们这些女孩 可是个个也一定会骗她 她当时是那么卑微的 她也是真的 她当时的追求也是真的 当时爱你也是真的 你不要怀疑 你怀疑就是 你把自己就给那个 我说就人生 难得不碰几个渣人 就算你36年倒霉了 终于36年才发现人的 是这么不可靠 所以我带她信主 而现在她的变也是真的 其实所以 最不可惜 包括现在所谓 我所说的不一定 我没有那么多的历史 我说现在何坤 我说当时她也是 从一层一层那 努力的爬上来 我想人刚开始都是 你在不公平的时候 你绝对要求人家公平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社会对你不公平 当你达到了那个位置 你猜花些不公平原来是这么好 我可以寻寻所益 对不对 这就是人 就是说人他 讲到这个人性 我一直是我自己也在 觉得是我最近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 就包括一下子被共产党的 这个一下子 我也虽然我信了很久 但是我原来也是 没有去 他提到这个 只是说不好听 还是从外面的一种 寻求一种精神的安慰 或者是说一种依靠 因为我们是无依靠 人们信住 也经历了很多的东西 但是这样子的冲击 没有说我一下 把我的整个世界 关到一种 坎塌 我就觉得我有一个信仰为止 按道理来说 是说 我们信主是没错 这个没错 但是 我们心中都有块字流定 都无形中的 就是说 这个的东西 就是伴随着我们的肉 其实从我们的生命中 是很难以这种 原来的精神支柱 可能是完全建议 虽然我都没发现 因为我一直没有发现 我还觉得我信主 人家都说我的 确实我也觉得 但我突然发现 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原来 所以我现在重新 对我的信仰 又开始一个 更深一层的认识 我原来这个神是真的 这个就是人的 包括我的同学 这个这些 包括这些 喊着革命革命革命 要革命的 他当时 我们的印象 就比如说 那个时候 英雄都是死了的人 龙华机关啊 董春的 我们说都都是 活着雷鸿死了 才出名 对不对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 觉得这是不对的 或者有问题的 牛夫人啊 我们都是 都是这种 而且就觉得 我们从小叫做好人好事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事情 不做可以 他一定要去 帮助人家 就特别是宣言说 特别是我 我记得小时候 有一个报道 就是说 一个那个什么人 领导 就洪水的时候 他老婆孩子 在面接受 他为了救那个老人 他竟然把那个老人救了 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先救 自己人呢 这个原来我都没觉得 我就觉得 哇 这就是共产党的 完全没有一点 的思想 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人的面前 而且 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家庭 就作为一个中国 最好 现在很多人骂美国 美国总统怎么样 我就后来觉得奇怪 他美国总统 还不为美国 那要跑到为你亚非拉吗 是不是 你首先要 把自己孩子养好 我有富裕的 我去支援 对不对 我不能 这正常 这个我就不懂得 为什么有这么多 只有现在很多的这种 我以前觉得很 理所当然的话 我现在好像觉得 原来都 都是 对人性的一种 一种完全的扭曲 和 和的 我说是畸形 我才发现 我是畸形的产物 就是我的灵魂 我是个畸形的 因为我觉得 原来我就觉得 很正常的一些东西 你现在就发现 原来并不是这个样子 原来我人 我可以说no的 原来我这人 我应该是说 我有一个自身的价值观念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自己应该有自身的价值观念 我们都是因为为这个 共产主义事业 现身的一个螺丝钉 对对对 就是工作各方面 所以我最好笑的是 我那时候想出来的时候 还好没入大 但是我 你说被洗的很多的思想 是根深蒂固的 一直到最近的洗 我也想是感谢主给我带 就是说 让我觉得那个信仰 其实我有保留的 我还有保留我自己的判断标准 我还有保留我自己 原来的对整个世界的看法 这种发现 特别是我也有看了 最近听不上的江峰漫谈 他就还有一些 就是对历史的 因为我们在外头接触的 比较对 包括就是国民党在看战争 就是包括那时候 说汉奸 其实是蒋总统 那个时候是 这中间 虽然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就是 稍微听了一下 就是跟我原来的画面 是完全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就一次 我就懵了 就是说兄弟 为什么相间和太极 为什么中国人 跟中国人这样 斗来斗去的权力 我就无解 所以 跟我们的历史教育 就是我们的历史教育 掩盖的太多了 太不一样了 就是说完全 没有说恢复那个历史 本下的不懂得是三分之一 还是十分之一 都不知道 完全的 特别是我看 现在刚刚做报道的说 这次 这次眼睛被打的那个 中国大陆报道是说是 队友打的 自己人打的 那我就听到 我就记得说 我就 我后来就讲 我中国人 我现在不说中国了 我说中华民族的怎么那么善良啊 太好捏了 随便怎么骗 都信是吧 而且 哎呀 我看那个那个谁还给我划一个什么 那个说什么中国大骂 人家呢 可能是 你说不定还比你还活了 骂香港骂的港独骂 骂台独骂 所以我就觉得 谁真正的关心 这个世界的未来 而且现在 确实 中国这个 不懂得称为是一个 我只能说它是个巨兽 现在 这是我的行动 我不懂得对不对 就是说 你无论 要相信共产党的人是个人 你就无论你的经济怎么那个 他可以高压的是这些人 不管你经济怎么样 他总没有办法 把你变成了螺丝钉 哎对 真的 我们从小就唱了歌 我见到螺丝钉 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 就是 一分钱也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 反正就是 对 其实要多 所以你是从去年12月份 大概才开始关心政治了 去年 没有 其实说起来 我原先关心政治 我是从 我为什么会支持 就是川普总统呢 因为确实 我们是从祷告开始 那时候还没有川普总统 就跟人开始 那因为我当时我就不知道 可能这说的 我不懂得你信不信主 你可能还没信主 目道者 目道者 那我就得 因为我在 欧巴马上台的时候 我那时候 从布希总统 那时候我们开始 说为国家祷告 到欧巴马上台的时候 我突然就神了一句话 就说神的荣耀离开了 哎呀我就 我就特别三心 我就跟神生气了 我八年没祷告 那在欧巴马快后期的 不是说那时候 就是 那时候是他跳出来了 共和党也叹乱 就是说也是 这买真气 那天的神狗一句话 说你不是神 就是说我们祷告 不是要神按照我的意思走 就是说当在这个时候 你看到的地方就是你应该在这个地方 你祷告的时候 那我正好碰到那个姐妹以后 我们从那一年的应该是15年吧 是不是 他16年开始的 那我们那天就是开手 我说好 我们两个人就会归来 祷告 祷告以后 那我祷告就是说 我突然我跟他讲 我说 这是共和党说明会是 我说 我觉得神说会赐给我们一匹黑马 那结果那川普这个橡皮拿给我 我就特看不上他 我说这很像卖菜大食物 很像的 看不上菜大食物 这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形容 那个人 那个姐妹就说 你不能说大书 这个中国的书不是跟书家的书 哎呦 没在大爷 对 我以后说 我就说那爷们 我以后就改了 因为我那时候 川大爷 我英文 但是他 我就说感谢主持 我英文不好 但是我有一个姐妹 他每天给我汇报英文 那个新闻 就大概的选举局是好 我说这是一匹黑马 但是呢 他是一路血杀 他要杀出一块血路的 我说他绝对不会轻松 所以到以后 一会儿他那个大乃 他的选举也是当当下下的 所以这一进去 就无形中听到这边 就才发现这个自由媒体 讲到什么大陆 当然有些很偏激 我刚才听到 刚开始我都会跳过很多台 他们攻击共产党 我就 太过了 听到受不了 那慢慢去发现很多的 就是现在 就这一两年的政局 特别是贸易之三的 就是说这边反应 跟这边反应 完全不一样 我才发现 原来我 我原来是活在一个 鸡蛋壳中 我是在这鸡蛋壳中 你在中国培养的那个鸡蛋壳 你活在那个里面 而且我出来了 所以我特别理解 为什么这些留学生 他们会那个 我就想 我是花了干净三十多年了 时间 我才突然间有一天 我这次基金 我这次忽了忽了三十年了 在美国这个民族 这爸爸我温暖了三十年 终于把我这小今日没忽出来 就是其实虽然人在美国 但是人是因为忙着自己的生活 因为你的一个是个满的 政治官 你的杰柱 你的朋友交集 你的社交网络 你还是那种 还是中国原来的信息 所以他并没有 而且几个人 你要说三人一抱团 你胆就大 你不觉得 你就算做一个什么 很不好的事情 就包括我们 比如说去 你叫我平常去给人要钱 你不好意思吧 可是我们三五个人 我们去给人家 目的声音大得很 对不对 就觉得很 很意思是说 所以我就觉得 我觉得中华民族 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但是这个民族中 有很多那种族性 被压抑的那种族性 我不懂我这说的会不会太 没什么 这正常的 我觉得有这种族性在里头 就是有点利来顺承 有点就是说 反正就是说 我那一会儿我先活下来 这也没错 人要先生存一下 但是呢 也许开头我是未生下 以后慢慢变成一种习惯 习惯就成为一种质量 自然 然后还想延续下去 以后呢 就包括就是现在你说六四 真的很多人他们都不知道 那我我当时看了那些东西 我也觉得没有 当时对 当时我在美国 你在美国 我是八七年 九月很难 就是那时候 看了电视 看了电视 但是 也没有觉得是说怎么样 就觉得好像开新闻一样的 就 没有觉得这是一个 跟我有关系的这种 就没有那种痛楚 那种那个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去年年底 我看到那个 那个很多的那个照片 哇 那真真有灵 我觉得 过了三十年 突然好像把自己带入了 对 我就说那鸡蛋壳 就是突然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神 借助这次的选举 把我带到了 就说 我亲自去 我 我是十四世代史 我说我一直打 我说主啊 在自由民主世界 我真的希望有人 对中国人 发出这种孤身 共产党不是一点都 完全是坏的 其实共产主义精神 实际上 就从基督的精神的 被一些人 给他拨出去了 给他变成一个异端了 就变成一个 一个那个 这种 这种人类的 对于美好事物的 是每个人心中都存 谁都想 他有一定共性 他有他的那个 但是当人达到他这个位置的时候 因为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因为对我来说太方便了 我原来被你压制的时候 我觉得 对不对 那我现在如果 我是特区手打你 你来找我 我肯定说 没事哥们 把他带到哪里 什么安排的时候 他特有面子 他那个 对不对 但你想到 你说到哪里 我给你贵宾待遇 比如说 你要去迪士尼一乐园 没问题 你孩子带来 我就专车送 但是你就万了 如果你是那个几百人 在那排队中的 那个孩子 你都感想是怎么样 对 这个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就是 这个说来 无论是任何党派 归到我今天 我说 真的住啊 唯有你能拯救这个事 就是 这个是人性的共性 因为人性是经不起试念的 那是 真的 你不要去试念它 对 就是体检说制度不同 这个 都有同样的人性 制度不同 那结果就不同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美国这三十多年 有没有参加过大使馆的活动 去挥个红旗啊 或者是 给你一点辛苦费 然后欢迎什么援手 或者支持什么游行 我 我倒没有意义 但是 我其实 因为我原来在国内 我是团队不属于 我也是 就挺那个的 那我 所以我 我实际上 这几年是生活的磨难 我没有这个经历 去顾及到这些东西 但是 我现在还 还转过来说 作为一个人 你如果连这个都不关心的话 你做的没有任何 就是一个动物 你就是吃了碎碎的吃 最终人们有追求 你说 好在这边 算是比较松懈的 还可以放两口饭吃 如果是当你没有饭吃的时候 你就和 对对 什么也干不了 所以 这个就是说 这也是 中国民族有一个非常大的 就是说 我们都追求一些生活 都是想说 孩子好 为了孩子 我可以 我可以 割肝割肾 对对 牺牲一切 包括你说 那些孩子送到美国来 其实有些并不是家庭非常富有的 对对对 也是摇紧牙关 因为你 如果是作为中国来说 一个中产阶级年薪十几万 几十万吧 可是你要 到挥霍的跟那种高阶层来说 你简直是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的 是不是 他们对他们在他们的这个阶层中 他也是人辱不重 也是摇紧牙关的在拼搏 那关于你刚之前说 你可能十年以前还是见到台湾 不管蓝绿都一种自然而然的 好像要解放人家的那种 没有 没有 就觉得说我跟你 你知道我说的残疾一下 他说他社会主义不好 我说你知道社会主义哪个不好 你去过社会主义国家吗 你去过中国吗 你有什么资格 对 我说我是从社会主义国家 到资本主义国家 我在美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说你有权利说话 还是我有权利说话 你没权利说我们不好 非常的强烈 我后来我发现 真的我觉得很可笑 共产党大法 我们每个人变成一个战斗机 空空空空 那都发射炮弹的 对对对 而且你说我们这一带又是什么 铁姑娘 对对对对对 对很多的那种术语 你都知道 都是有这种 很多的 而且那种习惯性话语 从小就学了 对对 张手铁 所以我后来 我一直到游戏 我还碰到那个 我给那个人讲 我说真的对不起 我说我后来 有位给台湾 我陪过去 我说我原来 我对你们台湾真的是 我说 打台湾还需要什么炮弹吗 因为那一口痛 你把那些海岸都淹了 真的那种狂妄有没有 我发现现在那小伙子 差不多 你那时候的状态也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 你觉得一个人的灵魂 被人操纵了 失掉了自我 是不是很可悲 那你后来觉得 比如说国家统一 统一台湾问题 在你心中是一个 什么样的位置 或者你眼中的台湾人 他们现在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应该怎么样 我这个我也不懂 因为我对台湾 他一直有天生的地方 没有什么好感 那一直到最近几年 因为我现在天天 跟我祷告了 这个是台湾姐妹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在那边吵了 又吵了两个小时 还吵呢 还吵呢 他就说我为台湾代祷 不够真诚 你哪能有真诚 因为他是觉得 对他来说 他是觉得我对台湾的 对香港的带导 因为我那天真的是 看到那两百万 看到那些手画手 我看到他 我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就 当时就说 神给我一句话 就是中国的牙根 那我就觉得 我说我最有感动 可是我后来 我心里想 我说姐妹 我真的跟你讲 我说国民党 给我真的没有好印象 我说我 我不是不爱你们 但是 我说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培养培养 这种情感 在你印象中 台湾就等于国民党 国民党等于反动派 对对对 而且那个形象 就是很猥琐 所以 我不知道 我今天可以讲 就是说 我相信你也知道 你从大陆来 但是你们没有 那么深的这种 天界 先入为主的 可是我也是 28岁才来到美国 你说我来到美国 30多年了 但这个来说 其实时间也是很长的 那个28年 你看我要用30年的时间 其实现在还有一些 根深蒂固的一些 价值观点 一些的那种 话语的习惯 很自然的 我现在一直在 在导导书珠啊 收紧我的口 但是很难免 行行 您的这个 感觉非常的难得 30多年来美国 对六四都没有感觉 从小生长在革命家庭 根正苗红 然后家里老党员 对 你们现在也开始 关心这个实际政治 而且感觉整个三观 都要重新刷新一遍 对重新洗 我说我整个 我的灵魂 那个 就这原来 我说八块魂魄 这样啪 全打散了 现在悠悠回来 回了几块 还有三块在外头 游荡可能还没回来 你知道吗 这种感觉就是 就是说还没办法 完全组织着 重新的一个 因为人 一问你是什么样 你都有自己的一个信任 一个价值观 对对 而且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特色 对这也需要时间 也不及 恭喜你能够体会到 这个 再不及 我就 我就去见上帝 三十年啊 弹子一挥间 这个鸡蛋壳 我不懂这种比喻 对不对 但是我就觉得 我还在这个壳里头 壳还很硬 行行 那所以你觉得 就是小粉红 这个你也很能理解 我很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被爱 而且就是说 中华民主 最基本的文明 以后 现在人没有礼仪廉耻的 这种感觉 你说你在这个一个国家的 包括中国现在大陆 特别是看了你 我不知道你没看过那个台 那个女的 大陆国外抓的 那个巴士 有夜盲 那这也没什么 你就说不通 结果她还拿个书子过来 这边书一书 丢人丢到那个国外去了 我真的是被娘这样传说 我真看了把我给气死了 我说这人你出国 你应该自己先稍微去 去了解一下 你要说路相随俗 起码我要尊重 一些人家的礼仪 这最起码的 我不懂 起码我可以去学 其实我觉得这大到 你说谈了 就小到说 你人的生活的每一个 其实都是跟你息息相关的 你不关心政治 政治关心你 你不去影响政治 政治影响你 他还来管束你 他还劳教你 他还跟你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谢谢大家 还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